女人一觉醒来 房上竟然出现了一位八块腹肌的美男 美男口口声声称自己是她的亲亲老公 殊不知此人竟是自己失忆前的死对头 可受伤的女人不仅没有逃跑 反而一把扑进了男人的怀里 在玉米粒成精的腹肌上狂蹭 睡了个觉就白捡了这么个大帅哥当老公 当然要先好好享受一下了 就在刚刚 在病房里醒来的丽渊 发现自己失去了全部的记忆 还没等她缓过神来 就遭到了神秘的突然袭击 她凭借身体保留的肌肉记忆 躲过了第一波攻击 正准备反手偷袭 没想到偷袭她的小黑人也不是吃素的 不仅完美躲过还完赖的掏出了枪 就在她以为自己已经无力反抗的时候 轰的一声 枪声响起 突然出现了男人 将偷袭女人的小黑人一击毙命 丽渊惊魂未定 大声质问男人到底是谁 只见男人轻蔑一笑 把我都给忘了 我可是你老公啊 丽渊看着从天而降的帅哥 竟然直接羞得小脸通红 一把扑进了男人怀里 在男人的八块附件上反复摩擦 我竟然有这么帅的老公 老公你怎么才来救人家呀 男人直接一个花容失色 这这这这这 我说了你就相信吗 你都不会质疑一下的吗 丽渊双眼冒猩猩的盯着男人 当然相信了 你这么帅怎么会骗我呢 可是话风一转 丽渊内心冷汗直冒 我也想质疑你 可是你手里有枪啊 下一秒 丽渊因为伤口撕裂的疼痛 倒在了男人怀中 晕倒前还不忘将表演进行到底 帮帮人家把老公 我会乖乖听话的 毕竟自己现在孤立无援 这个男人看起来也没有恶意 暂且依靠他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你真的会乖乖听话吗 女人的示弱却让男人陷入了回忆 顾兴叶 你算我什么人 我凭什么听你的话 别挡着我的路 不然我也不知道我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过我的独木桥 我们从此两步相牵 从回忆中拔出的顾兴叶 失神地望着怀中不堪一击的女人 下一秒 他举起枪指向了立渊的脑袋 我不会再相信你第二次 毕竟只有死人才会乖乖听话 可是子弹竟然没有击中立渊 而是落在了想要偷袭的小黑人身上 不知天高地厚 竟然还敢偷袭 解决完小黑人之后 顾兴叶的小弟也赶到了 顾兴叶随即命令他们清理现场 将小黑人带回去审问 这时小弟发现了晕倒在地的立渊 并且主动请应要亲手了结这个毒妇 但顾兴叶第一时间制止了他的动作 不许动他 这个女人我还有用 小弟不可思议地看向老大 这个毒妇可是打伤了我们的大部分兄弟 顾兴也薄唇威气 我说不许动他 不要让我重复第二遍 第二天立渊从噩梦中惊醒过来 看到自己完好无损 庆幸自己赌对了 那个男人果然没有恶意 早安 老婆 顺着声音回过头去 眼前的春色让女人血脉喷张 这这这这 自己真的有这么帅的老公吗 于是马上切换到了花痴状态 早安那老公 穿得这么少冷不冷啊 下一秒男人突然靠近 冷冽的气息逐渐四散开来 老婆今天有没有想起来什么 立渊不好意思地低头 没有 不仅是你 我连我自己的名字也想不起来 抱歉 下一秒 男人的手轻柔地抚上立渊的脸庞 你叫立渊 是我的老婆 我是你的老公 顾兴也 你应该不会嫌弃我这个便宜老公的吧 立渊害羞地抬不起头 可撕裂的伤口又开始隐隐作痛 顾兴也温柔询问 并提出在医生赶来之前 自己可以帮他处理伤口 说完 双手就攀上了立渊的肩膀 立渊羞怯地浑身紧绷 却又不敢轻举妄动 真的不用等医生来了再看吗 别紧张 我们早就是夫妻了 你背上的纹身也是我亲手纹的 你身体的每一处 我都了如指掌 这也不是我们的第一次了 不会痛的 男人清洁女人的衣带 双手不断触碰到更多的肌肤 虽说不是第一次 可立渊不知为何 羞的连话都说不出来 难道是因为失忆的原因吗 不自觉的男男出生 你这个骗子 男人听闻 咬住了立渊的耳锤细细妈撒 怎么了 为什么说我是骗子 难不成 你想起了什么 看来说是上药 其实不过是借此探他的虚实 立渊在沉沦之中 不免生出清醒之意 于是飞快地转变了态度 什么都没想起来呢 但是不影响八块腹肌给我上药 好了没啊 说好给伤口上药 你还要磨磨蹭蹭多久 立渊敏锐地感觉到 上药是假 探他虚实是真 自己还是好好配合他 把戏眼下去好了 虽然什么都不记得 但是自己的肌肉记忆告诉自己 对待眼前毫无恶意的男人 并不能完全地放松警惕 上完药后 两人一起坐在餐桌前吃早餐 顾兴也继续维护着他的宠妻人设 亲手为立渊吃早餐 立渊一边不经意地沉沦在他的温柔攻势下 一边又觉得处处透露着怪异 不仅自己的刀叉是塑料的 就连顾兴也的两位小弟也对自己充满了敌意 于是他假意起身 伸手去拿顾兴也的硬制刀具 这不经意间的动作果然让男人神色紧张 两位小弟也是瞬间就警觉了起来 做出了防卫的姿态 立渊飞快地调整状态 人家的刀叉切不动肉肉吗 可以借用一下你的刀叉吗 空气一瞬间的凝结 随后男人悠悠开口 可以啊 抱歉夫人 是我粗心大意了 我应该事先帮你切好的 立渊附和得迎上笑脸 但是从这个人的反应 和两位小弟对自己的态度看来 基本可以确认 这个男人并不是自己的老公 如果是单纯的敌人 自己不会活到现在 当务之急事必须弄清楚 这个人想从自己身上得到什么 就在立渊还在思考的时候 一阵巨大的爆裹震碎了窗户向两人袭来 顾星爷眼疾手快将立渊护在身后 就在顾星爷的手下与来人交战的时候 立渊握紧了手里刚刚拿到的小刀 只要将这把刀刺入男人的身体 自己就可以趁乱逃出这里 可是这样做真的值得吗 自己并没有更好的去处 突然间 新一轮的爆炸袭来 男人再次用自己坚实的臂膀紧紧地护住了他 立渊看向眼前的男人 手上已经被鲜血染红 你受伤了 可男人却还是神色轻跳 没事 小伤罢了 为什么 这个与自己并无瓜葛的男人 要如此不顾安危地护着自己 难道他真的是自己的爱人吗 就在这时 窗外 一个粉毛女拎着枪站在树上 立渊 我知道你在里面 你TM 给我滚出来 紧接着举起手中的98k向着屋内疯狂扫射 可这猛烈的进攻却让立渊觉察出了端倪 子弹竟然是橡胶的 如果真要取他性命 为何用橡胶子弹 难道这又是顾星野的试探吗 窗外 粉毛女的小弟却希望他赶紧停下攻击 顾星野的人已经追出来了 粉毛也意识到自己单枪匹马不是对手 咬牙切齿地下令撤腿 一溜小跑 四人气喘吁吁 小弟十分不解咱们为什么要冒险干这么一条 废话 当然是为了老大呀 老大在顾星野家里 自己只有制造混乱才能助老大一臂之力逃出生天 原来粉毛女是立渊失忆前的手下 立渊不仅救了他 帮他解决了所有欺辱他的人 还收留他 教诲他不再认人欺凌的方法 如此厉害的老大一定还活着 他一定是中了顾星野的计谋 自己必须救他出来 另一边 立渊正在给顾星野清理伤口 却发现顾星野的纹身处有着一条旧伤 不由地看得出神 紧觉得顾星野立刻察觉出他神色有异 看什么呢这么入神 随口的询问却让立渊觉察出了轻微的试探 他立刻收敛神色 转变成一副花痴样 当然是在欣赏我老公的绝美身材了 顾星野看试探不出什么 便提出去换身衣服 不一会两人来到了衣帽间 立渊马上想到 两人若真是夫妻 衣帽间里一定有自己的痕迹 可当他打开衣柜时却傻眼了 衣柜里不仅有完全不符合他年纪的学生制服 还有自己无论如何都不会穿的甜美小短裙 而转身看向另一边更是大惊失色 竟是一排排各式各样的性感内衣 这都是什么离谱的衣服 顾星野的XP属实是让他不敢苟同 靠在门边的顾星野暧昧地看着他手忙脚乱 想起来了吗 老婆 想起什么 立渊有些不明所以 那件衣服上可有我们最珍贵的回忆啊 那是我们的第一次 曾经针锋相对的黑道大佬 如今却亲力无间地给对方上药 只因女大佬意外失去了全部的记忆 而男大佬则趁虚而入自称是他的亲亲老公 老婆放心 不会痛的 这也不是我们的第一次了 即使失忆了 可逐渐沉沦的立渊却总觉得不对劲 这个男人虽和自己表面亲密 暗中却充满了各种试探 于是他提出要去换衣服 如果两人真是夫妻 那衣帽间里一定会有自己生活的痕迹 但是当他打开衣柜的那一刻却傻眼了 衣柜里不仅有个是各样自己打死都不会穿的XP服 还陈列着一排排性感内衣 想起来了吗 老婆 这件衣服可是我们的第一次了 原来顾兴也说的是小时候 两人一起去逛街 立渊帮他选的一件白T 这是立渊给他买的第一件衣服 可立渊却以为他说的是眼前这没两块布的那衣 反应过来的顾兴也尴尬得冷汗直冒 随即解释到两人不常住这边 只是郊区的别墅相对安全 衣服是自己让手下随意添置的 紧接着快速地转移了话题 说要检查一下立渊手上的伤 可虽只是检查 却二话不说就吻了上去 检查着检查着两人就不自觉地就沾到了一起 这苦了赶来通报的可怜小弟 本想告知大哥大嫂医生到了 可不仅挨了顾兴也一记眼刀 还被迫吃了一嘴狗粮 画面一转 医生正在分析着立渊的病情 惯性的是不算严重 短则半年 长则一两年 应该就会恢复全部的记忆了 但立渊还是觉得时间有些久了 如果真要一两年 不知道自己在顾兴也这里还会遇到什么麻烦 送走医生后 顾兴也看起来神色不悦 立渊紧张地暗中监视着两人 突然间 立渊发现两人私下进行着一些不为人知的批外交易 医生竟然交给顾兴也一瓶没有标签的药 立渊连忙装作偶遇 询问顾兴也和医生说了些什么 没想到顾兴也并没有打算隐瞒 直接将药递给了他 医生说这个药滋养脑神经 有助于恢复记忆 来 先吃一片吧 连标签都没有 谁敢吃啊 立渊有些控制不住表情 此时的顾兴也在他的眼里形同鬼内 可下一秒 他还是飞快地调整状态 小心询问 只是营养品的话 为什么没有标签啊 听了立渊的问题 顾兴也满脸冷峻 神色不改 突然 他俯下身 靠近立渊的耳旁低声说道 终于想起来了吗 这是毒药 立渊惊慌失措 大脑飞速运转应该如何应对时 顾兴也却轻声笑了 开玩笑的老婆 吓到你了吗 这个反应让立渊有些意外 我可是你亲爱的老公啊 怎么会害你呢 说来也是 顾兴也如果想杀了自己 直接就动手了 用不着等到现在 除非 他是想把自己变成傻子 或者还有更残忍的手段 想到这里 立渊感到头疼欲裂 失忆后的敏锐度到底不如之前 而顾兴也绝对有问题 只能等之后再小心试探啊 画面一转 顾兴也带着立渊来到楼下休息 而他的话里话外 还是在提醒着立渊记得吃药 立渊还是对没有标签的药表示胡疑 始终没有动作 怎么了 还是不想吃吗 顾兴也突然靠近 难道 要我亲自喂你吃吗 说完 他叼着胶囊飞快地俯下身 向立渊越凑越近 近得两人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彼此的呼吸 立渊立声阻止他的动作 疯狂地想要逃离 他奋力反抗的样子 却让顾兴也愣住了 眼前不由地浮现出立渊头也不回走掉的样子 突然间 他神色大变 行住立渊的手腕举过头顶 轻身压了上去 狠狠地咬住了他的双唇 将药度了过去 渡过去还不够 继续向下吻着 贪婪地想要探索他更多的肌肤 立渊奋力地挣扎 却不小心扯到了伤口 不由地痛的声音 听到他喊痛 顾兴也瞬间回过神来 抱歉 弄疼你了 立渊脸颊通红地偏过头 眼神里满是责怪和羞愤 顾兴也低下头望向他 额前的碎发遮住他暗淡无光的双眸 抱歉 想起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没有控制住自己 你休息吧 顾兴也说完就离开了 自己和他之间究竟经历了什么呢 曾经针锋相对地黑道大佬 如今却轻力无间地给对方上药 只因女大佬意外失去了全部的记忆 而男大佬因为无法压制内心的BT控制欲 则趁血而入 将曾经的死对头 变成自己囚于笼中的金丝犬 这天 因为一场意外的偷袭 立渊竟从小弟口中得知 自己曾经背叛过顾兴也 怪不得顾兴也总是对自己 有一种莫名的恨意 顾兴也从不会放过背叛他的人 那自己岂不是死定了 这时立渊继续还想追问 是不是自己出轨了 毕竟有这么帅的老公 自己没有理由出轨 难道是山珍海味吃腻了 想欢欢胃口吗 可这时排查刺杀目标的 下一个小弟进来了 立渊也清楚场合不对 决定等排查结束了 再多窍点有用信息出来 可是一连排查了好多人 不是在收拾东西 就是在拉屎 两人也清楚 公关区域的摄像头已被破坏 现阶段无法拿出有利证据 于是霍君泽打算结束今天的盘查 并嘱咐大嫂好好休息 立渊眼看机会来了 正准备追问自己出轨的细节 可霍君泽却一溜小跑地逃走了 这天晚上 顾兴也刚回到家 就看到立渊在厨房里忙活 不仅对他笑脸相迎 还端上来一叠自己亲手做的糖醋排骨 邀请他品尝 可顾兴也看着眼前一片狼藉的厨房 不由地怀疑难道是又遭遇了一次刺杀 而立渊已经成功地解决了刺杀者 面前的排骨难道是处理尸体的新型手法吗 可立渊只是双眼放光地看着他 像是在炫耀自己一下午辛辛苦苦地劳动成果 顾兴也虽然已经汗流加倍 却也不好意思拒绝 只能拿起了一块入口品尝 细细咀嚼了之后咽了下去 立渊马上满眼期待地看向了他询问味道如何 此时的顾兴也眼中像是多了一层深不见底的东西 轻舔了一下手指 像是意犹未尽般说道 好吃 立渊大喜 抬起头还想继续追问 可下一秒顾兴也却突然凑近耳边 低声说道 真的很好吃 下次再做给我吃 好吗 还没等立渊反应过来 顾兴也就让他好好休息 自己还有事情 等他离开后 立渊一个人若有所思 他拿起一块排骨放进嘴里 心里不由地感叹 顾兴也 我究竟做了什么背叛你的事 你却还这样包容我 离开后的顾兴也走进了一间密室 密室里关着的是在医院刺杀立渊的那个杀手 还是没有撬开他的嘴吗 还没有老大 他死都不说是谁安排他在医院刺杀立渊的 是吗 你不会天真道 以为自己守口如瓶 你的组织就会放过你吧 给你一天时间考虑清楚 君子 我们走 说完两个人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可这时 却有一双脚偷偷地踏入了这片境地 原来他们把你藏在这密室的地牢啊 别怪我 我也只是为部主分忧罢了 说完这名不重要的叛徒 就拿着刀一步一步走向了那名不重要的杀手 可就当刀尖刺向他的那一刻 不重要的叛徒却傻眼了 绑着的竟然是一个假人 这时顾兴也鬼魅般的声音在背后响起 说出幕后主使 不然那就永别吧 原来是麒麟商会的廖老大主使的 那就这样放虎归山真的没问题吗 霍君则问老大 我不会放过背叛自己的人 廖老大也一样 即使他收了钱 也未必有命花 另一边的丽渊 还在琢磨着他和顾兴也扑朔迷离的关系 想着想着就感到头痛欲裂 眼前出现了顾兴也如鬼魅般的幻想 这是一阵嘈杂的吵闹声将他拉回了现实 老大真的不在家 大小姐你请回吧 滚开 你敢拦我 挣扎中短发女好像瞥见了丽渊 立马回过头 恶狠狠地盯着她 丽渊本着伸手不打笑脸人的原则 笑嘻嘻地询问短发女 小姐姐要不要吃薯片 这一句小姐姐直接把短发女气到炸毛 狗女人你竟敢叫我姐姐 你可比我大整整 一年零四个月 二十一天 十一小时 四十分钟 丽渊满脸的疑惑 你这么激动干嘛 呵呵 你还给我装饰吧 你给我听好了 我叫丁绿莹 是顾兴也的正牌女友 给我滚出这里 你这个不要脸的小三 另一边的顾兴也 正和商会的华氏人 也是丁绿莹的父亲一起谈论公事 盈盈最近应该是总去讨扰你 辛苦你了 还好 其实我把丽渊接回了家里 那你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呢 我对丽渊没有一丝一毫的情谊 我囚禁她 只是想报当年之仇 还有拿回她手中属于商会的四方硬霸 一模一样的话前半段 已经从丁绿莹的口中 在同一时间传到了丽渊的耳朵里 果然顾兴也将自己囚禁在这里是别有所图 那就继续刺激眼前的这个傻丫头 让她多图点情报出来 你身为顾兴也的正牌女友 那你跟她上过床吗 短发女猛吗 你这个狗女人在说什么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看来你什么都不知道 还敢自称正牌女友 恐怕你连我为什么会住在这里都不知道吧 被刺激到的短发女立刻上头 谁说我不知道 你和兴也哥哥可是死对头 他留你一命 不过是你拿了他很重要的东西 死对头 很重要的东西 丽渊迅速地提炼出了短发女话里的关键信息 而短发女也没让丽渊失望地再接再厉 你以为你假装失忆 就可以抹平你砍她那一刀的仇恨吗 她胸口的锁骨都裂了 差点要了她的命 原来她胸口那一刀是我砍的吗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所有人都在说我背叛了她 难道我之前 真的是这样一个恶人吗 继续留在这里可能会很危险 丽渊的脑子里现在只剩下这一个念头 于是她赶紧回到房间 想要收拾东西离开 可这时顾兴也却突然闯了进来 丽渊 你要去哪 丽渊顺藤摸瓜 你女朋友让我滚出这里 女朋友 我哪有什么女朋友 丁绿莹 她说她是你的正牌女友 她是总商会化石人的女儿 我们只是认识而已 我虽然失忆了 但也对你的风流战没有兴趣 既然你的鱼塘里也不差我这一条 那就请您高抬贵手放我走吧 听到这话的顾兴也 像是一只垂头丧气的大狗狗一般 不如把话说开吧 这条伤疤是为我留下的吗 大狗狗滋起了牙 你听谁说的 别否认了顾兴也 你恨我 对吗 大狗狗撇过头 耳朵肉眼可见的红了起来 声音也弱了下来 不是的 我并没有怨恨 还不承认 丽渊攀上了顾兴也的身体 暧昧的说道 你什么时候能像你的身体一样诚实呢 兴也哥哥 把我像金丝鹊一般囚禁 享受着掌控我一切的权利 这让你很满足对吧 顾兴也慌乱的垂眸 躲避着丽渊的眼睛 不是 不是这样的 我只是想保护你 保护我 丽渊疑惑的歪着头 你把我囚禁在家里 每天让我吃来历不明的药 派一群小弟每天真枪实刀的看着我 还美名其约是保护我 如果你是我你信吗 顾兴也无助的看着他 那么你想要怎样 放我走 丽渊斩钉截铁 丝毫没有在意顾兴也眼中闪烁不明的情绪 空气中弥漫着火药位 丽渊终于按耐不住了 他一把身向顾兴也的胯肩 夺走了他的枪 快答应我 不然我就死给你看 顾兴也被吓到了 慌乱的去夺他手里的枪 把枪放下 你别冲动 可丽渊毕竟也是个很角色 眼看他态度坚决 顾兴也只能忍痛答应 但是却要求丽渊也要答应他一件事 神色刚刚放松下来的丽渊 又立刻警觉了起来 果然狐狸尾巴还是藏不住 要露出真正的目的了吗 可顾兴也却只是温柔地看着他 答应我 出去要保护好自己 我会在家 等你回来 画面一转 丽渊已经收拾好了行李站在门口 抱歉顾兴也 我要食言了 这华丽的巨大鸟笼 我不会再回来了 紧接着丽渊开着驶向自由的车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可他不知为何 脑海中总是会不自觉地浮现出 临别是顾兴也温柔的眼神 可下一秒 还来不及反应 一辆大卡车就加速向他冲撞过来 丽渊紧急地调转车头 却还是不受控地撞向了路边的护栏 紧接着 三位带着枪的杀手就从卡车上下来 向丽渊走来 此时的丽渊已经倒在了安全气囊上 满脸是血 别墅外监视的人并不知道出来的是丽渊 顾兴也也不会玩这种阴招 难道说 别墅里还有内奸 此时 举着枪的杀手已经慢慢驶向了丽渊 可下一秒 他就被一枪爆头了 而一个陌生又熟悉的身影却出现在了窗外 你好呀 渊渊 好久不见 曾经针锋相对地黑道大佬 如今却变成对方囚于笼中的金丝雀 只因女大佬意外失去了全部的记忆 可当他刚凭借曾经的肌肉记忆逃出生天 却又再次落入了疯癖男儿的手中 丽渊刚走 小弟便表示担忧 老大 就这么放丽渊走 他仇家众多 万一遇害怎么办 顾兴也却神色镇定 我已经放出了四方印在他手中的消息 他必须活着 四方印才有机会重见天日 即使他被抓走了 我也有把握把他救出来 除了那个疯子 可是顾兴也有所不知 丽渊已经落入了他口中的那个疯子手中 白毛果然是个名副其实的疯子 他向丽渊炫耀着刚刚袭击他的人 自己已经帮忙解决了 枪杀了这么多人 脸上却还带着毫无负担的笑容 丽渊不禁好奇自己为何会认识这样的人 但为了以防万一 还是暂时装作熟悉的样子 小心应付 但他僵硬的表情还是引起了白毛的怀疑 起身靠近丽渊 渊渊你看起来很奇怪 难道是刚才的车祸让你失忆了吗 渊渊如果忘了我的话 我可是会很伤心的 不记得我的渊渊没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 内渊故作轻松 内心却平住呼吸 我没有失忆 只是 他悄悄地将手移向了一旁的玻璃碎片 下一秒 静止将碎片刺向了白毛的肩颈 趁其不被亮亮呛呛地跳下了车 可就在他没命地逃跑的时候 却再次被一颗子弹击中 白毛如鬼魅般出现在他身后 这才是我认识的渊渊吗 可心里还是像以前一样 总是忘了补刀 不过我们好久没有好好玩一下了 今天不如就去我家里 我们好好续续酒 这时丽渊意外地发现 自己种的竟然是橡胶子弹 并不会伤及性命 而自己确实是结结实实地给了他一下 白毛却还在悠闲地打拒他 渊渊啊 虽然我心狠手辣 但你下手也太重了吧 而此时的丽渊却在想 这家伙认识我 他或许能给自己提供一些有用的情报 不如就先跟他回家看看 其实通过丁绿营 丽渊也大概了解了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只要不被这个变态发现失忆 自己应该就是安全的 这时窗外一闪而过两个熟悉的身影 霍君泽 他怎么会在这里 那是他女朋友吗 原来丽渊曾经的手下粉毛女 为了打探丽渊的消息 故意设计接近了顾星野的手下霍君泽 在粉毛的攻势下 两人的感情不断升温 已经发展到了可以嘴对嘴聊天的地步 白毛以为他看到了熟人 问他要不要下车打个招呼 丽渊拒绝 于是白毛又开起了BT玩笑 这荒郊野岭的还挺适合抛尸 丽渊不禁又开始担心起了自己的人身安全 两人在吵吵闹闹中来到了白毛的家 在家里 丽渊帮白毛包扎了伤口 还意外发现 白毛家里有着完备的医务室和实验室 正在好奇他的身份 白毛却询问他要不要去洗个澡 洗澡这种私密的事情被他说得如此自然 难道他是自己比较亲密的朋友吗 于是他抱着试探的意思询问 我在你这里洗澡会不会不太好 白毛却突然大惊失色 天哪渊渊 你不会怀疑我会偷看你吧 他的激动反应让丽渊有些尴尬 但也证明了两人只是普通朋友 没有暧昧关系 不一会白毛提出有些工作上的事情要和他聊聊 于是带着丽渊来到试验台前 告诉他这次药剂的配方有些复杂 仿制药还需要多一些时间 自己可以给他打个折 丽渊这才知道 原来这疯子是自己做仿制药的搭档 于是他掏出了顾兴也给自己吃的那瓶药 想要趁机看看是什么成分 白毛以为又是什么高利润的违禁药 兴致冲冲的就去做实验 顾医会鉴定好后却发现 竟然只是滋养脑神经 专门治疗失忆症的药物 听着他的话 丽渊瞬间呆滞 竟然真的只是治疗失忆症的药物 顾兴也他 并没有想要害自己 白毛还在疑惑 这种药很小众 也没什么利润 是谁在吃这种药呢 不会是你在吃吧 渊渊你还记得你送我的这幅字吗 上面还有我们两个的名字呢 利润看着眼前的书法 确实有几分熟悉的感觉 也确实是自己的名字 于是回答是我写的 可听到他回答的白毛 却突然扑刺一声笑了出来 下一秒 立把利润指向了利润的脖子 所以 渊渊 我的名字叫什么呢 失去记忆的黑道大老 竟被昔日好友以死相逼 而表面和善的好友 私底下却有着不为人知的收藏品 只因想听利润叫一声他的名字 好友直接将锋利的刀尖 抵上他的脖子 那渊渊告诉我 我的名字是什么 老子数到三 把刀拿开 白毛举起双手 别紧张嘛 人家只是想要听你叫我的名字而已 利润下意识的感觉 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决定遵循自己的本能 估计没失意 自己也不会叫他的名字的 说完利润转身就要回去睡觉 白毛还求他陪自己多玩一会儿 身后没了动静 利润转过头 发现白毛盯着那副字若有所思 盛重 难道这就是他的名字吗 看到自己熟悉的字体 利润感觉脑海中好像浮现出了什么 晚安 千里 重 拆开就是千里两个字 感觉是自己故意玩的文字游戏 听到利润叫自己的名字 白毛欣喜若狂 看来自己猜对了 回到房间后 利润难以入眠 自己竟然有些怀念顾心野家舒服的床 还有他提供的贴心红睡服 忽然光当的响声吸引了他的注意 他随手披了件衣服 来到地下室查看 竟然发现圣千里正在摆弄着一具干尸 眼前的画面击中了利润 一些痛苦的回忆开始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小时候妈妈一直在等着爸爸回家 但是他却从未见过爸爸 后来妈妈生了很重的病 可家里没有钱 自己只能出去找药 历经千难万险 终于遇到好心人拿了药后 却发现妈妈睡得太熟了 自己怎么都觉不醒 妈妈的牙也咬得很紧 费了很大的力气 才勉强把药水灌了进去 后来妈妈的身体变得很凉 应该是退烧了 自己就这样跟沉睡的妈妈待了很久 突然有一天一群人闯进了家 要把他和妈妈分开 可能是因为妈妈太久没洗澡的原因 他的味道引来了一群人 他们要带走妈妈 自己拼命地抵抗 可最后自己还是被送到了一个叫孤儿院的地方 后来有好心人收养了他 孩子 我帮你安葬了你母亲 从今以后你就跟着我吧 这是我的侄子 以后我们就一起做个伴 男人脚边站的那个小男孩 自己感觉十分眼熟 应该是 顾心也 丽渊挣扎着从梦中醒来 渊渊 在我的床上喊别的男人的名字 好过分哦 你怎么在这 你昨晚晕倒在密室门口 我把你抱回来了 喜欢我的收藏吗 丽渊没有理他 反而问他知不知道这里有什么导师开满粉色樱花的 原来在刚才的梦中 小时候的自己和顾心也 坐在粉色的樱花树下 两人在树下埋进了一个大大的时空胶囊 可顾心也不许他现在打开看 约定十年后两人在一起打开 丽渊伸出小手想和他拉钩 小星也却一脸期待地看着他 十年后我们还会像现在这样在一起吗 当时的自己坚定地答应他 我们还会像现在这样的 下一秒 记忆中自己的脸变得争吟 举起一把刀 毫不留情地砍向了挡着自己路的男人 不知道 白毛回答他刚才的问题 但是我可以带你去问一问 丽渊说不用了 自己现在就去 不一会他就来到了码头 询问船夫知不知道哪里有开满樱花的小岛 船夫想了想应该是红波岛 岛上的那棵树下有自己埋的胶囊 说不定可以恢复更多的记忆 而当丽渊上船后 一个神秘的身影也跟随他上了船 丽渊第一时间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个奇怪的男人 感觉他的身形很熟悉 可下一秒 船夫转过身 一脸阴沉地看着他 几个彪形大汉突然闯了进来 美女 跟我们走一趟吧 有人想见你 察觉到自己掉入圈套的丽渊 缓缓地摘下了眼睛 跟你走 就凭你们 还是我来送你们走吧 简单几枪 一群人倒在地上 突然 放松警惕地他身后伸出了一把枪 抵上了他的后脑 小姐 没子弹了吧 但下一秒 男人的脑袋上也抵上了一把枪 三人掩起了港片 扔掉武器 让你们的人停手 我们有十多个人 你们杀得过来吗 这时 戴着帽子的神秘男人也露出了真容 失去记忆的黑道大老 终于感觉好像想起了什么 正当两人准备一起去找寻源头 仇家就找上了门 海面上掀起了滔天巨浪 两人双双坠入水中 丽渊的意识开始逐渐模糊 朦胧中顾兴也好像抱住了他 原来丽渊本打算 独自一人踏上寻找记忆的旅程 却没想到遭遇了仇家的偷袭 你理解二话不说就是干 几枪就解决了面前的小喽啰 却没想到遭到了背后偷袭 正当他大脑飞速运转的时候 身后一个穿着帽衫的男人举起了枪 给你们一分钟 要么滚蛋要么死 丽渊大惊失色 那个鬼鬼祟祟的男人竟然是顾兴也 我今天带上船的子弹足够解决你们 不想死就快走 丽渊不可思议的发现 虽然只分开了一天 但自己居然如此期待再次见到他的脸 突袭者还有些愤愤不平 但迫于顾兴也的威胁 还是坐小船离开了 就这样放他们走了吗 这不是你的风格 那难道把他们都杀了吗 包括你 你现在可是个大红人 全世界都在追查你的踪迹 他们应该做梦都没想到肥肉会自己送上门吧 这话听着丽渊有点无语 我本来想去一个地方的 听说这里是唯一能去那里的码头 没想到上了贼船 那那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到处开着粉色的花 还有 话说到一半 丽渊转头定定的望着顾兴也 顾兴也眼神闪烁 没有正面的回答他 心里已然明白 他想起来了 丽渊直白的问他 你不计较我砍伤了你 还抢走了你的东西 为什么还带我回家治疗 直接威胁岂不是比用柔情感化我要快得多 顾兴也还是没有指示他 迎着落日的余晖看起来有一丝忧伤 丽渊 在你的世界里 是不是利益才是最重要的 丽渊没有犹豫的回答 是的 你会怎么做呢 如果有人这样对你 我一定会狠狠报复回去 就算那人逃到天涯海角 我也会找到他 将我受到了伤害如数奉还 如果你是背叛伤害别人的那一方 你也希望对方如此报复你吗 愿赌服输 既然做了恶 就要承担一切恶果 顾兴也眼神闪烁着 让人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 忽然海面上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原来是刚被赶走的男人 竟然不死心 直接把船炸了 丽渊落入海中 有新鲜的空气输送进来 当他再次睁眼 已经被冲到了一个不知名的海岛上 身负重伤的他四处观察 没有发现顾兴也的身影 就连周围的环境自己也完全陌生 回想起失去意识之前 原来那一切都不是幻觉 顾兴也给他输送了这么多空气 一定是为了就自己淹死了 他明明那么照顾我 真心想要让我恢复记忆 而我却一直怀疑他 都怪我什么都想不起来 真是个废物 流落荒岛的立渊 第一次感到无助 但下一秒他就调整了状态 在这里懊恼无济于事 先去四处看看有没有食物和水 说着他走进了这座陌生的小岛 走着走着似乎看到前面有些什么 竟然是一间与世隔绝的小木屋 像极了自己梦里景象 难道这里就是红多岛 另一边偷袭成功的小喽啰返回岸上 为首的老大大四炫耀自己 拿下了臭名昭著的立渊 正准备给自己的老板 打个电话汇报一下 可不知为何怎么都打不通 不然他感觉自己的身体 好像动不了了 立渊到底在哪里 牵了一步步逼近面前的男人 男人吓得脸色发白 就凭你这种垃圾也配杀死立渊 你又欠了我一个人情哦 我的渊渊 另一边的立渊走进了小木屋 房间里一个人也没有 可却让他觉得莫名的熟悉 每个角落 每个东西 都仿佛有自己存在过的痕迹 忽然间他在角落发现了一台电视 随手拿起一张录像带放进去 竟然是顾星野小时候穿着裙子的视频 视频中的顾星野可爱极了 穿着粉色的小裙子和自己打的闹闹 领养自己的叔叔站在一旁 笑容温和地看着他们 这温馨的画面 竟让立渊不自觉地落下泪来 而视频的最后 顾星野提起了后院那棵树下的时光胶囊 立渊这才猛然想起 赶紧去树下寻找 在坚持不懈地挖掘下 竟然真的有两个时间胶囊 怀着隐隐的期待 立渊打开了第一个胶囊 第一个里面放了一张照片 是一家三口幸福样子的记录 还有一封顾星野手写的信 信上说自己以后 要长得很高做他的老公 文笔稚嫩但真诚 看得立渊再次潸然泪下 星野真的死了吗 调整情绪后 他打开了第二个胶囊 打开后里面的东西 让立渊大惊失色 竟然是四方印 怎么会在这里 倒上疯狂争抢的四方印 竟然在自己的时光胶囊里 是谁放在这里的呢 冤冤 你果然没死 害得我担心了好久 以为你和顾星野一样 被鱼砍烂了呢 扒了三天的男人 奇迹般的回来了 可他却以为是 曾经的死对头救了自己 直接将死对头 轻轻抱抱举高高 但谁知真正救了他的人 其实是封蹄男儿 获救的立渊 终于打开了 和顾星野的时光胶囊 可谁知胶囊里放的 竟然是各方势力 都在觊觎的四方印 而这时一个不速之客 却突然出现 冤冤 你真的在这里啊 立渊大吃一惊 圣千里 他怎么会在这里 看到他怀里抱着时光胶囊 千里毫不留情地嘲笑道 你不会还看时光胶囊 缅怀过去吧 我认识的立渊 可没有这么矫情 你最近有点不像你了 立渊此刻内心十分慌张 不能让圣千里 发现四方印在我手里 于是他假装盘头发 将四方印藏进了头发里 表面上毫不在意地说道 你怎么在这 你跟踪我 没个正行的千里玩笑道 人家担心你吗 你的尸体 是要被我做成干尸 好好收藏的 万一外表有损伤 就不美观了 就像那个顾星野 被鱼肯的男看死了 正好就用你挖的这个坑 把他埋了吧 听到顾星野的名字 立渊的脸色直接变了 你遇到了顾星野 他怎么样了 可此时的千里脸上 还是带着病娇的笑容 好像逗弄立渊 是一件极有趣的事情 轻飘飘地开口 他死了 你看 尸体就在那边 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 果然看到了 遍体鳞伤的顾星野 虚弱地躺在草地上 画面一转 顾星野已经被带进了房间里 现在立渊看着 他的眼神早已没有了敌意 而是满满的柔情 挣扎中 顾星野缓缓睁开了眼 看到自己床前坐着的 竟然是立渊 而一直对他冷冰冰的立渊 此时却是满脸的关切 不禁喜不自胜 立渊 是你救了我 还没等立渊做出反应 下一秒就被顾星野 紧紧地拥入怀中 我就知道你在关心我 为什么不想我死了 嗯 可撒狗粮的两人 却忽略了一旁的千里 喂 赶紧把你的狗爪子 从渊渊身上拿开 此时的顾星野才发现他也在 脸色又瞬间变得难看起来 还挑衅地再次 把立渊向自己怀里搂紧了些 而和顾星野的胸肌 零距离的立渊 此时的脸已经红成了苹果 两人的气氛剑拔弩张 感觉下一秒就要打起来了 立渊见此情形赶紧出声制止 不要闹了 千里 他身上还有伤 想不到渊渊竟然会凶自己 千里瞬间变成阴阴怪 你竟然为了他凶我 在你心里我没有他重要吗 紧接着千里挑衅地说道 你应该知道吧 过去一年渊渊一直都和我在一起 我是他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可顾星野却不屑地回击道 合作伙伴谁都可以替代 一年而已 还不及我和立渊认识的临头 这话直接把千里惹毛了 你们认识这么久不还是决裂了 可他还愿意救我 TMD 救你的是老子 你腿上的伤还是用我的外套包扎的 得知真相的顾星野 一脸恶心地好像吃了响 感觉搬回一局的千里得意洋洋起来 怎么恶心了 有能耐你就把他拆了呀 此时的立渊感觉十分割裂 两人都是叱咤一方的大佬 怎么吵起架来像两个小学生斗嘴一样 不过顾星野生气的样子 倒是和小时候如出一辙 就算是你救的 那也是立渊让你救的 呵呵 你以为救了你就万事大吉了吗 你的伤口在发炎 这里又没有药 今晚如果高烧不退 不死也得被烧成傻子 到时候我会和渊渊一起把你埋了的 另一边的码头上 一群人已经展开了行动 多带些武器 顾星野生后 静一万想起了小时候两小无猜的时光 顾星野伤好后 几人斗着嘴准备离开小岛 结果不可置信的发现 千里开来的船竟然被烧了 还有一群人拿着枪正往这边过来 他们人多适中 立渊这边没有武器 不能硬碰硬 于是顾星野提出先躲到房子底下的密道里 到了密道后 千里发现这密道又破又小 忍不住抱怨道 渊渊 让这个瘸子自己在这躲着吧 咱俩完全可以杀出去 顾星野霸气回怼 你自己不想活 别连累渊渊 于是偷偷按下了开关 直接把圣千里关在了外面 立渊有些震惊地看向他 你按了机关 是的 圣千里太碍眼了 而且他好像不知道你失忆了 嘘 我没告诉他 毕竟这是我的弱点 我不希望别人知道 别人 顾星野眸色一亮 然后他轻轻地稳住了立渊的指尖 暧昧的氛围瞬间充满了整个地角 好的 我一定不会告诉别人的 就在两人还在你们我农的时候 那伙人已经闯了过来 却只见顾星野一个人呆在地窖里 来人正要窃喜 自己终于可以抓到顾星野了 结果转脸开关按下 大堆大堆的巨石滚滚落下 刚刚还嚣张至极的几人瞬间化为了灰烬 虽然两人再次侥幸躲过 可顾星野的伤口还是出血了 来不及处理伤口想要赶紧离开 可这时却又有一个身影站在了门口 竟是毫发无损的圣千里 渊渊 看你这么精神 那我就不用给你收拾了 下一秒就化身Q版小人和顾星野斗起了嘴 还是丽渊比较清醒 提醒两人快点离开 并且按下决心 回去一定要搞清楚是谁在追杀自己 历经千辛万苦 三人终于成功离岛 顾星野邀请丽渊跟自己回去住 丽渊刚想答应 不知道发生过什么的圣千里就站了出来 一把将丽渊护在身后 你别搞笑了 你以什么身份邀请他 顾星野面不改色地说 我是他的丈夫 说完看向丽渊 渊渊 你要不要和我结婚 丽渊直接呆愣在原地 先不要急着拒绝我 好好考虑一下 嫁给我对你来说力大于弊 上岸后 顾星野的小弟来接他回去 临走前不忘再次提醒丽渊 考虑好了随时来找我 先里问丽渊要不要回自己那里去住 可丽渊拒绝了 说自己还有事 结果当天晚上就偷偷前进了顾星野的家里 毕竟比起现在孤身一人的自己 四方印还是待在顾星野身边更安全 刚把东西藏好 敏锐的丽渊就发现有人过来了 而顾星野和霍君泽进来后 同时也察觉到有人来过这里 那个我可以借一下浴室吗 顾星野的脸色直接变得铁青 出去霍君泽大气都不敢出 一溜小跑的逃走了 等电灯炮走后 顾星野一步步逼近了丽渊 说说吧 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曾经争锋相对的黑道大佬 如今却要携手走入婚姻的殿堂 可就在大婚的前一天晚上 女大佬曾经的手下却找上了门 在顾星野提出正式结婚的请求后 当天晚上丽渊就出现在了顾星野的家里 她暧昧楼上顾星野的脖子 我出现在这里意味着什么 你真的不知道吗 你白天的请求 我答应了 但同时丽渊也提出了一个条件 我要举办一场盛大的婚礼 只需要一个场合 见到更多自己认识的人 触发的记忆就会越多 在弄清楚过去的自己 为何要藏起四方印之前 四方印不能暴露给顾星野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而且从目前恢复的记忆来看 顾星野值得信任 而顾星野同时也敏锐地察觉到了 丽渊在隐瞒些什么 但没关系 以后自己会弄清楚 只要这一刻 你愿意嫁给我就好了 什么 老大你真的要和那个母叶叉结婚 君泽 注意你的称呼 老大 就算你不计较他刺伤你 那钱化是人呢 你难道忘了他是怎么死的了吗 听完霍君泽的话 顾星野躺回一辈里 叔叔的事或许另有乾坤 总之我需要一场订婚仪式 尽快办好 打工人小货接下了老板的任务 可他对订婚宴一窍不通 只能求助自己的女朋友 也就是隐藏了身份 故意接近他的立渊手下 粉毛女接起电话 瞬间变成家子音 霍哥哥 怎么这么晚给柔柔打电话呀 什么订婚宴 给谁办呀 我老大的 和他那个失忆的女朋友 什么 你老大 粉毛女一下子架不住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没事只是有些意外 还以为是你的 阿呀我们俩 如果你想办的话 可粉毛打断了霍君泽的胡思乱想 交给我吧 从礼服到场地 我保证帮你办得非常完美 哦好 谢谢你 那我们俩 话还没说完 粉毛那边就挂断了电话 挂掉电话的粉毛已经炸穿了 这个渣男 趁我老大失忆竟然敢骗婚 你给我等着 几天后 立渊正在试订婚礼服 可直觉告诉他 给自己失忆的工作人员身份不简单 一把扯掉了工作人员的假发 果然是乔装的粉毛 你不是我的工作人员 说 接近我有什么目的 不愧是老大 失忆了还能这么警惕 我是来接你的 你不能嫁给顾星爷 你们有血海深仇 在外等待的顾星爷感觉不太对劲 询问立渊好了没有 咱们的人在外面接音 老大 杀出去 立渊并没有记起眼前的人 纠结是要相信他 还是把他交给顾星爷 可顾星爷还是察觉到了怪异的声音 下一秒就打算掀开帘子查看 立渊赶紧眼鸡手快地窜了出来 将粉毛挡在身后 没事啊老公 就是衣服没系好 你帮我系啊 刚要帮他 却发现这件衣服的后背露出的大块肌肤 还系什么 这件礼服太漏了 不用试了直接脱了 说完又暧昧地贴近他 要不要我帮你脱呀 躲在试衣帘子里偷看的粉毛怒火中烧 下半身思考的臭男人 竟敢玷污老大 忍不了了 出去干翻他 刚准备踏出试衣间 立渊就发现了 为了不暴露 立渊直接迎头吻上了顾星爷 顾星爷猛了 还没踏出试衣间的粉毛也猛了 只能默默地退了回去 但顾星爷还是感觉到了 刚刚那是什么声音 还能是什么声音 当然是我闻你的声音了 礼服都被你弄皱了 买下来 以后只穿给我一个人看 还在打情骂俏 下属却突然来报 老大 丁小姐想见你一面 咱们顾老大还没和老婆贴贴够 转脸就回绝了下属 不见 打发走 可立渊却想趁此机会支开她 好让粉毛逃跑 见一面呗 我也挺想知道她来干嘛的 于是顾星爷听了老婆的话 去见了丁小姐 姗姗来迟的立渊刚赶到门口 就听到了两人让她不可思议的谈话 星爷哥 你真的要娶她吗 你怎么能娶一个仇人 你难道忘了她杀死你叔叔的事情了吗 将步入婚姻殿堂的黑道大佬 却意外得知了两人之间的血海深仇 立渊无意间听到了顾星爷和丁小姐的谈话 自己真的杀了顾星爷的叔叔 那个收养自己的人吗 可在自己的记忆碎片中 那人一直对她很好啊 难道刚刚在试衣间里那个粉毛说的都是真的 自己和顾星爷真的有血海深仇吗 想着想着立渊陷入了记忆的漩涡中 记忆中的自己一路狂奔 却被一个熟悉的声音拦住了去路 渊渊 跟我回去吧 我一定会查清真相保护你的安全的 你闪开 不要挡我的路 渊渊 你现在离开就坐实了杀叔叔的罪名 如果你没做过 就留下来和我一起面对 可立渊不知为何 完全听不进去顾星爷的好言相劝 在回忆的最后一刻 他毫不留情地砍向了顾星爷 下一秒 他从梦中惊醒 失声尖叫 一个宽厚的臂膀将立渊拦住 没事 我在 只是噩梦 说完顾星爷顺手拿起了旁边的一瓶药 吃点要稳定下情绪吧 看到那瓶药 立渊回想起了之前 顾星爷一直对自己防备试探 如果自己真的是杀他叔叔的仇人 那他之前的反复无常倒是可以理解了 但是现在呢 他现在展现出来的温柔 是发自真心 还是别有所图 看他久久未动 顾星爷问他在想什么 立渊赶紧岔开话题 想你像上次一样喂我 在没弄懂顾星爷的目的之前 他还不能掉以轻心 顾星爷暂时没有怀疑 你是在埋怨我上次对你太粗暴了吗 还是在期待我这次温柔些 刚没柔情不久 却又试探性地问他 你之前听到丁绿莹的话 不想问我什么吗 我知道他是想刻意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 怎么会相信他吗 对 不要相信任何人 立渊当然不会相信他 他从来都只相信自己 四大商会分别是 朱雀青龙玄武麒麟 历代画室人都是玄武的会长统领商会 因此玄武又被称为总商会 顾星爷的叔叔 也就是前画室人两年前突然被杀 四方应失踪 玄武商会副会长丁元暂代画室人之位 在追查前画室人死亡真相时 有目击证人声称是刚刚接任朱雀商会的你 谋权篡位 回想起了一些事情的立渊 找到自己完全信任的粉毛 由他来给自己讲解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所以刚好四方应出现在我手上 我就这样被扣上了罪名 没错 四方应丢失的事不能传扬出去 你被商会上层秘密通缉了一段时间 后来招募了我们一帮兄弟 杀回朱雀商会重新接管 立渊思考着粉毛的话 我应该还跟他们达成了什么条件 或者说服了他们 才能维持住表面和平 紧接着立渊吩咐粉毛 松罗 帮我查一下那个指认我的目击证人 以及前画室人死亡的细节 可粉毛却告诉他 这些他事以前都吩咐过 看来真的与自己无关 既然这样的话 那凶手又会是谁呢 认为了和死对头结婚 竟然不惜以命相搏 打探完消息的立渊刚回到家 顾星也就迫不及待的上前禁锢住他 我一回来就发现你不在家 去哪了 立渊当然不会告诉他事情 只说自己又去试了剑礼服 没想到顾星也竟然一反常态 警告他最近别出门了 立渊十分不悦 怎么 又想监禁我 顾星也却说自己只是不希望 在订婚前出什么差池 立渊敏锐地感觉他的反应好像不太对 问他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顾星也的神色暗了几分 没事 只是怕我的未婚妻突然反悔 不想嫁给我了而已 下一秒 他霸道地揽过了立渊的腰身 不如 就把你累到出不了门怎么样 说完就逐渐贴近立渊 尽到可以感受到对方的吐息 可是这虎狼之词和暧昧的姿势 并不能让我们身经百战的立渊为之所动 行了 人走了 把我放下来吧 所以 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以说了吧 眼看被识破了 顾星也不再掩饰 渊渊 你的记忆最近恢复了一些 对吧 那你能不能想得起来 四方印到底在哪里 几天后 立渊看着手中的四方印若有所思 突然一枚飞刀向他袭来 如此特别的问好方式是我们小千里没错了 反应一如既往 看来没被顾星也养肺啊 千里 你来做什么 圣千里优雅起身 当然是来给我亲爱的渊渊通风报信啊 明天就是你的订婚宴了 你难道不想知道你亲爱的未婚夫干嘛去了吗 此时坐在顾星也面前的正是丁家的代理华世人 我前几天在海岛遭遇了追杀 人是丁叔派来的吧 当然不是 你怎么会这么想 我和你叔叔是一起打拼的好兄弟 你就像绿营一样 是我的家人 我怎么会伤害家人 但立渊是杀害前华世人的凶手 取他等于和商会作对 即便你是我的家人 我也绝不会姑息 顾老板知道该怎么做吧 别让丁先生为难 你是想当我的家人 还是想背叛我 与整个商会为敌 顾星也淡漠一笑 丁叔多虑了 我当然不会为了一个女人做出背叛商会的事情 我和立渊订婚只是想向她套出四方印的下落吧 听完她说的话 丁叔将信将疑地看着顾星也 那既然这样 就把订婚改成和我女儿绿营的吧 我相信你可以在和立渊订婚前得到四方印的下落 然后处理掉她 爱相杀的死对头终于要步入婚姻的殿堂 站在顾星也身边的人却并不是丽渊 丁叔的安排我没什么不可以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我可以和丁绿营订婚 但廖总管辖的麒麟商会必须要交给我 毕竟比起这条狗 我这个女婿更令人放心 你说对吧岳父 听到了吗 渊渊 这些话全被盛千里监听了 你觉得顾星也现在在哪呢 她正和丁绿营订婚呢 用着你选择的酒店 摆着你期待的宴席 甚至丁绿营有可能还穿着你是穿过的礼服 听到这些 丽渊面无表情 转身就要走 千里赶紧追上去 渊渊你去哪 你要去杀了那对狗男女吗 带我一个 可才刚打开门 一把枪就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老大有命令 不准你踏出这里一步 丽渊小姐请你回去 霍君泽看到了她身后的盛千里 你是谁 你怎么进来的 盛千里笑了 呦渊渊 你还有保镖呢 是啊 原来这一切都是真的 自己又被囚禁了 顾兴也你这个骗子 枪声很快就会引来人 我劝你们不要轻举妄动 听到这里丽渊痴笑出声 呵呵 君泽先生 你似乎引来的不是属于你的部下 霍君泽疑惑地回头看去 看清来人的他不由地瞪大了双眼 自己正在谈婚论嫁的家子 因小女友正拿枪指着自己 怎么会是你 霍君泽惊掉了下巴 趁他不备 盛千里一个手刀砸晕了他 看着晕倒在地的霍君泽 接下来该怎么办 丽渊神色坚定 我要去一个地方 两人不约而同地开口 去哪里 当然是去订婚宴祝福顾兴也了 抓紧时间 完了好戏可要散场了 请两位戴上戒指 顾兴也先生 你是否愿意让丁小姐作为你的妻子 另一边的婚礼还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无论贫穷富贵健康疾病 都对他不离不弃 你愿意吗 我愿意两字却迟迟说不出口 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 身后的牧师竟被一枪击倒 来人正是麒麟商会的廖老大 都别乱动 我已经将这里包围了 顾兴也 你想要抢我的麒麟商会 也要有这个命才行 丽渊赶到时 现场已经一片狼藉 这么多人受伤 看来有人比你更早大闹了订婚宴了 于是两人当即决定闯进去看看 顾兴也 腿长两米八的丽渊气场全开 上去就甩了顾兴也一个耳光 丁绿莹还想来的温柔护服 丽渊 你干什么 顾兴也 你就这么躲在女人身后连句话都不敢跟我说吗 可听着丽渊的挑衅 顾兴也还是神色如常 你不都看到了吗 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丁绿莹又在一边煽风点火 丽渊 顾兴也现在是我的未婚夫 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你没有权利指责他 请你离开我们的订婚宴 小姐 你的未婚夫和订婚宴在几个小时前还属于我 我以一个过去式的身份劝诫你 不要太相信这个男人了 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永远不可能真的爱你 丁绿莹气得胆子都变大了 竟敢伸手打丽渊 今日不一再伤惊动物 放他们走吧 令渊并没有领他的请 我从不会让骗我的人好过 但不是今天 今天只是警告 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丁会长心里已经明白了大概 正好这时手下来报 会长 麒麟商会的人都跑掉了没能抓住 毕竟是麒麟商会的老大 岂能轻易被你们抓住 不过他也是真蠢 就这么被顾兴也激怒了 讨要麒麟商会挑拨料明动手 让丁昏宴暂停 就这么废掉了一枚对自己有利的棋子 顾兴也近几年真是让我刮目相看了 一步一步反抗我的安排 这个曾经优柔寡断的废物 什么时候竟然长成了一头狼 正在思考的时候 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叫他 竟是早已离开现场的利渊 丁叔追了我这么久 想要四方印对吧 要和我合作吗 丁老头看着利渊 表情不动声色 我要将顾兴也踩在脚下 事后自会将四方印双手奉上 丁叔悠悠开口 你想让我帮你试吗 可下一秒他却几乎是 事空般的大笑了起来 以前我或许很想要四方印 但现在我几乎坐稳了化石人的位置 要不要四方印又有什么分别 对我来说 除掉你这个心腹大患更加重要 争风相对的黑道大佬 如今却成了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 果然婚礼上发生的一切都是两人的计划 目的就是为了让利渊成功 接近四方商会的化石人丁元 从前他接手商会需要四方印证明地位 但他现在频频对利渊出手 证明四方印对他来说已经可有可恶 你必须让他继续忌惮你 或者需要你 所以利渊匡骗他 四方印还掌控着一条控制政界秘密的暗线 可老奸巨华的丁元一下子就起了疑心 还顺水推舟让利渊帮他做件事情 事已至此 利渊为了达成目的只能暂时答应下来 可就当粉毛刚刚查到这件事情的线索的时候 顾星也却不分青红皂白地闯了进来 现在在众人眼中 顾星也还是一个背信弃义的渣男 所以在众人退下后 两人为了不引人生意还在继续争吵 直到确定所有人都离开后 顾小狗才迫不及待地和老婆贴贴 丁元一向多疑 如果避而不见 反而会觉得我们是在做局 但我来纠缠你 反倒坐实了我们已经决裂的事 最重要的是 能试探出商会里到底藏得多少他的眼线 现在他收到我出现在这里的消息 为了避免你我再次合作 他一定会不遗余力地挑拨 怎么你怕了 利渊挑逗地问他 怕呀 当然怕 我怕老婆没了 卸下了伪装 顾星也又开始没个正行了起来 可利渊的眼神中却带着几分胡意 丁绿莹说杀了你叔叔的人是我 你真的对我一点怨恨都没有吗 从前有过 但现在我知道凶手不是你 正当利渊想继续追问凶手是谁的时候 一阵剧烈的敲门声响起了 利渊也觉得时间差不多了 快走吧 再待下去要穿帮了 顾小狗虽然依依不舍 但也承认确实到时间了 那我走了 你和丁元合作要万事小心 下一秒 做戏做到底 顾星也被利渊一把推出了房间 嘴里还在骂骂咧咧 可当顾星也被推倒在地 抬起头后才发现 来敲门的人竟然是盛千里 你好啊 渊渊 利渊没想到他竟然会过来 怎么是你啊 怎么不能是我了 你不想见到我吗 这个人怎么也在这 跟你有什么关系 看着突然出现的盛千里 利渊突然意识到一件事 他每次出现的是不是太巧合了 仔细想想 盛千里能拿到星也和丁元的录音 这点也很可疑 不知道利渊在想什么的两人还在斗嘴 喂喂喂 有未婚妻还来骚扰渊渊 见不见哪 关你什么事 你配合我说这句话 够了 利渊站出来制止了两人的争吵 顾星也 我们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请你离开 顾星也配合的离开了 临走前深深的看了利渊一眼 顾星也走后 利渊问千里过来干嘛 你之前让我知道要做好了 可以送到H那里了 利渊的记忆没有完全恢复 并不记得H信息 但他不能随意表露出来 于是只能故作镇定 等我有空自然会去处理的 千里有些不解 不是有期限吗 不怕送晚了被惩罚 利渊 这很不像你啊 听他这么说 利渊马上警觉了起来 于是他故作生气地逼近了盛千里 知道了 你还敢催我 是谁做的慢耽误了时间 顾星也的事情已经让我很烦躁 所以你最好给我闭嘴 弄完喷的一声 把盛千里关在了门外 吓死了 受了情伤的女人真可怕 打发走盛千里后 当务之急是赶紧弄清楚H是谁 于是他找到了粉猫 问他知不知道H的信息 结果H竟然就和丁会长 要调查的那个地下拍卖场有关 这妖巧 自己制药的合作商 竟然还和丁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经针锋相对的黑道大老 如今却旁入无人的在水中吸息 利渊从粉猫手中 拿到了制药合作商的信息 没想到却只是一串电话号码 找了个四下无人的电话亭 打去了电话 结果无人接听 一筹莫展的时候 却有一辆车停在了电话亭的门口 利渊这才明白 原来那通电话只是个门铃 人来的还挺快 之后他被要求戴上眼罩 在保镖的引导下 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可当他摘下眼罩后却惊呆了 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香艳至极的九池肉鳞 而坐在中间的红发女人 疑似就是H的幕后老板 他高贵的和脚下的男人说 等我迎接了客人再来调降牛 说完男人就被身边的两个保镖 架起来走出了房间 可当他路过利渊的时候 却突然抬起头用求助的眼神看向他 求求你 救救我 救我出去 听到了他的求饶 红发女似乎有些不开心 多嘴 我的宠物怎么能跟别的女人说话呢 蠢东西 拿去喂狗吧 听完他的话 男人马上害怕的跪地求饶 我错了 求你留下我 我错了 利渊不忍看着面前发生的一切 开口让红发女住手 怎么 心疼了 我吓唬她的 和谐社会喂什么狗啊 毕竟她以前也是咱们这儿的客户 也就卸她两条腿给点教训 利渊不禁有些震惊 被折磨成这样的人竟然是这里的客户 没错 是跟你一样的商家 我给了她定金 她却交不上货物 向利渊你肯定不能犯这种错误 抵押自己成为我的宠物 对不对 说完她让下人给利渊端来了一杯酒 尝尝这酒 还是不是你之前喜欢的口味 谢了 你之前交托的那批药做好了 想什么时候过去拿 不急 喝杯酒我们坐下慢慢谈 可利渊刚将酒杯靠近嘴边 就闻到了不同寻常的味道 这酒好像被下药了 怎么 不敢喝我的酒 怕我给你下毒啊 说完红发女吐了一口淹在利渊脸上 之后利渊就失去了意识 再次醒来后就已经是在顾兴也的怀里了 江皇你做了什么 顾兴也愤怒地看着身后的红毛女 就是一点助兴的东西 你吵什么吵 没有解药 自己看着办吧 这时在顾兴也怀中的利渊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 兴也 我好热 身体好像有点奇怪 顾兴也着急地将利渊放进了冰凉的冷水中 渊渊你这样有没有好一点 可利渊现在已经有些不能自己了 我都已经这样了 你还在装什么呢顾兴也 顾兴也一时没有意识到她是什么意思 现在不行 现在的你不清醒 可利渊却附上了她的脸 为什么要逃避呢 你在害怕什么 说不行的是你 吻我的人又是你 把我封闭起来的人是你 说放我走又把我按在这里的人还是你 凭什么我在你面前一览无疑 你却高高在上气我瞒我 每次都用这些小恩小惠来俘获我 却躲在真相背后来不断试探我 你很怕我吗 就连这个时候都不敢上 你不是个没用的胆小鬼是什么 这句胆小鬼彻底地激怒了顾兴也 她一把拿开了利渊试探的手 半身将她压在了水里 迫不及待地撕开了爱事的衣服 利渊 是我对你容忍度太高了吗 才会让你这么狂妄 一次次地挑战我 现在的你是无法理解我的 但早晚有一天 你会明白我所做的一切 大佬为了营救仅有一面之缘的小奶狗 竟然质疑起了男大佬的开车技术 第二天一早 利渊要笑退去 一睁眼就看到了身边安睡的顾兴也 他毫无防备的样子让利渊再次看不透了 这样盯着我 是想再来一次吗 原来顾兴也早就醒了 看来是我昨晚不够努力 才让你醒得这么早 清醒过来的利渊瞬间羞红 不用展现体力了 药效已经没了 用完人就跑 利渊你还真是现实 但利渊无视她的挑动 只想知道给她下药的女人是谁 送了自己一份这么大的礼 可得好好回报一下 可顾兴也却觉得这太危险了 什么都不记得就敢挑衅她 除非你求我一下 我就告诉你怎么对付她 利渊无语 她现在只想搞事业不想挑起 想要我怎么求你 这样 这样 还是这样 最终还是顾小狗败下阵来 陪她一起闯入了H的地牢 而利渊一直惦记着 昨天一面之园的男人 总感觉江皇好像很在意她 那自己偏要救她出去 可就在两人即将得手的时候 暗说中的H 带着自己的手下江皇来到了现场 没想到早有准备的利渊 对此丝毫不慌 反而一口说出了H 和丁会长和某走私军火的事情 正是眼前的H 让海关里的内应骗了丁元 想要将东西私吞 得知利渊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 H也不由得败下阵来 询问利渊有什么要求 而利渊的条件也很简单 那就是要带走这个男人 提出要求后 H没什么反应 反而是一边的顾星也不开心了 他真的是为了报复江皇吗 还是对这个绿茶男感兴趣 而他的这一举动 果然引起了江皇强烈的不爽 利渊 你给我等着 被救出来的男人对利渊万分感谢 告诉利渊自己叫灵灵 希望以后可以跟着利渊 这让顾星也更不爽了 说话就说话脸红什么 不给他更多茶言茶语的机会 转身就推着他离开 可就在两人刚刚走远的时候 一阵刺鼻的味道传来 还没时间思考利渊就晕倒在地上 等他再次醒来时 已经被绑到了江皇的面前 还真是你啊江皇 你也太心急了点 当然 我的游戏终于可以开始了 怎么能不急呢 我迫不及待的想看你 皮开肉战跪地求饶的样子 说完江皇就举起了手中的鞭子 狠狠地抽向了利渊 可身经百战的利渊 轻松地就躲过了 哎呀失策 应该把你的腿也绑上才对 说完再接再厉地落下第二边 可利渊一个闪身躲了起来 这次是为了报复我要走林里 那你上一次给我下药又是为什么 你总不能是只乱咬人的疯狗吧 我就是看你不顺眼 谁让你和我讨厌的人合作呢 讨厌的人 你说谁 当然是圣千里 说完江皇再次落下一边 可利渊早已趁着刚才的闲聊 解开了被束缚的双手 一把抓住了江皇的鞭子 不好意思 现在主导游戏的人是我了 经针锋相对的黑到大老 如今却因为第三者的介入 开始针锋吃醋 利渊成功地擒住了江皇 打算将他交给H进行利益交换 就在这时顾星也姗姗来迟 为自己的意识疏忽道歉 并且保证不会再有下一次 顿时把一旁的江皇恶心坏了 就这样利渊成功地向丁元交了差 本想试探询问他对顾星也有何手段 可丁元这个老狐狸还是选择守口如平 就这样利渊一无所获地回到家 才刚刚打开门就遇到了一个不速之客 悟心也突然窜出来一把将他压在了墙上 我们不是说好为了防止丁元怀疑少见面吗 人前不见面可没说私底下不能见面 你把那个林炳带回来准备怎么出路 你刻意过来就是为了这事 丁元没有告诉我准备怎么对付你 他的警惕心很强 我准备遗情别恋一下 让我们的决裂更真实 这本是非常合理的计划 可顾小狗却斩钉截铁说 不行 说完将利渊拉入怀中再次重申 你的遗情对象是灵笔 这个不行 丁元完全没有将他的挑衅放在眼里 怎么 你换了个未婚妻 不许我换个未婚夫 这时门外传来声音 丁小姐你在吗 我泡了壶茶要不要一起喝 我的新未婚夫来给我送茶了 旧未婚夫还不快走 可这时 顾星也却突然邪魅一笑 那正好 让你的新未婚夫听一听 你在旧未婚夫身下的声音 说完顾星也便亲身附上丁元 这么想见门外的人 你不乖 丁元拼命挣扎 你别这样 我不喜欢被人控制的感觉 那你喜欢什么 喜欢我像这样服侍你吗 丁元面色羞红 够够了 猖皇之中碰倒了桌上的杯子 敲门声变得更加急促 什么声音丁小姐 你没事吧 丁元赶紧打开门 告诉她自己没事 只是不小心碰倒了桌子 另一条腿却将顾星也硬控在一旁 丁丁说自己泡了壶茶 能不能进去和丁元小姐潜聊一下 丁元没办法只能以天色一碗拒绝她 这时丁丁便拿出了丁元送来的请柬 邀请她去参加生日宴会 此时的顾星也正在胡作非为 丁元赶紧拿过了请柬送走了丁丁 人都走了 还不快松开我 不想继续吗 你的身体可比你的嘴诚实 别发烧了 办正事 丁元今天刚说要对你动手 转头就办生日宴 时机这要巧合 大概是场针对你的鸿门宴 去吗 当然要去 不去怎么继续我们的计划 于是在宴会当天 丁元带着丁丁出席 看似暧昧地咬着耳朵 实则让她发挥眼力 盯着这里的一切 可却完全没有注意 身后的小狗 已经在头顶 弃出了两朵蘑菇鱼 趁着四下无人 将丁元拉进休息室 这么重要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带丁丁过来 正好借着这个机会 介绍我的新人给大家认识 让我们的破裂更有说服力 有必要和他离那么近吗 我看你是诚心想弃我 不准 再对他笑 丁元无语 够了 生死关头 你还想着这些事 是啊 已经到了生死关头了 那死之前的最后一口断头饭 你也要拒绝我吗 直并肩作战的黑道大王 没想到惊世对手 派来监视他的卧底 在这之前 丁元就早已产生了怀疑 为什么每次和丁元有关的事情 盛千里都会第一时间出现 就连那次婚礼 也是从盛千里那里得知的 直到这天 在丁元生日宴的地下室里 见到了曾经背叛他的廖明 为了让丁元救他一命 廖明主动泄露了 盛千里就是卧底一事 殊不知丁元早已猜到了 害怕他因此不愿救自己 廖明终于向他坦白 当初只认你杀害化石人的人 正是我帮丁元找的 事后他要我灭口 我将人藏了起来 我现在还活着 就是因为抓着这个把柄 你救我 我带你找到他 这个线索倒是让丽元有了几分心动 慎重考虑之后正准备救他 就在这时主宴会厅里爆发了枪声 情急之下 他只能先行赶回宴会厅 林炳向他报告 原来是顾星也向丁元敬酒 丁元却突然倒下 只认顾星也下毒谋害 然后顾星也就被围追逃走了 不过林炳看到了 酒其实是丁元在后厨自己准备的 又是这么老套的招数吗 陷害顾星也 让他成为谋杀化石人的罪人 然后正大光明地铲除他 此时的顾星也被丁元的人逼到了悬崖边 看来丁元还记着和我的约定 要把顾星也活着交给我 只是拖久了只怕丁元的耐心会耗火 丁书中了毒还能生龙活虎地追我到这里 真是令人大开眼界 这么拙劣的布局 是把人都当傻子看吗 我总要亲自抓住你才能安心 不过 你死了我更安心 说完丁元开枪击中了顾星也 顾星也瞬间失众落入水中 而霍君泽也紧随其后地跳下去救人 松罗看到霍君泽跳了下去 也洋装救人跟着跳了下去 但实际是丁元安排他赶紧将顾星也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虽然有点偏离了计划 但希望他们都会平安无事 丁元 你的救情人和部下都死在这里 你似乎很平静的 我替你报了仇 现在该你把四方印交给我了吧 丁元努力地让自己保持正经 有松罗在 哪怕掉下去 他们也不一定就是死 丁叔何必这么着急 四方印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会随身携带呢 也对 是我太过着急了 丁元小姐不如到我家里休整一番 换套衣服再慢慢教四方印如何 丁元无语 我去你家做什么 四方印又没放在你家 下一秒丁元的耐心果然不够了 丁元 你该不会是想反悔吧 这时突然一辆车驶了过来 刚刚落水的三人竟然被丁元的人提前截下来了 是那种杀人不补刀的反派了 倒是你 不是很恨他吗 为什么还偷偷派人去救 这不会是你和顾星野串通一气的阴谋吧 此时的丁元已经彻底被惹怒了 丁叔 我没记错的话 你应该没资格问出这样的问题 我要如何处置顾星野 都用不着别人插手 更轮不到丁叔 我们的交易是你把顾星野给我 我把四方印给你 可你现在擅作主张伤了顾星野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丁叔是想毁约了 这番话让丁元有些动摇了 难道这真的不是他的阴谋 把其他人放了 把顾星野交给我 交易继续成立 否则 我就当是丁叔单方面毁约了 我当然是诚心想交易 不过我更好奇 丽元小姐打算怎么处理顾星野 丽元故作轻松地说 把他囚禁起来我玩什么不行 不过这都是我们年轻人的玩法 丁叔恐怕很难懂了 就在这时 一个熟悉的身影再次出现在了现场 囚禁Pay吗 这个我喜欢 愿愿来我家玩吧 我有三个不同玩法的地下室 可以供你挑选哦 经争风相对的黑道大牢 如今却堕落成了对方的玩物 而一直追随他的白毛中拳 竟然也是对家派来监视他的卧底 突然出现的圣千里打乱了丽元的计划 千里 你怎么在这 当然是为了跟踪渊渊啊 万一你死了 我就能第一时间拿到你的尸体做研究了 省省吧 你的变态冲到我了 渊渊说话真让人伤心 所以你想好要把顾星野放进哪个地下室里吗 说完 圣千里转身向丁元使了个眼色 虽然圣千里的出现并不在他的计划内 但想到交给他其实跟落在自己手里也没区别 于是装作若无其事地让手下把人交给他 顾一会顾星野在阴暗的地下室中醒来 为了不引起圣千里的怀疑 丽元演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但是啰啰嗦嗦的两人还是引起了圣千里的不满 渊渊 我费尽心思把他就回来可不是为了看你感化他的 再怎么说也应该先给他做成人志再说嘛 丽元有点烦他 不用了 我有我的计划 可圣千里却还是站在门口想要监视他 好吧 我看看渊渊想怎么玩 丽元只能故意摆出肉麻的姿势恶心他 人都在我手上了怎么玩不行 说着摸向了顾星野的腹肌 但顾星野好死不死地发出了一声娇喘 伤口又不在肚子上 你喘什么 说完靠近他小声说 配合点 顾星野无奈配合着他的游戏 到底要怎么做你才肯放了我 说完丽元顺势掏出了小皮鞭 摸一下就喘了 那用这个呢 我大费周章抓了你 就这么把你放了 婚礼的是我找谁算账 所以你想怎么样 像现在这样凌辱我吗 还是准备用他来惩罚我 一旁的圣千里终于看不下去了 你们到底是在吵架还是在调情 能不能爽快点 丽元看都没看他一眼 折磨当然是要慢慢来 受不了了 你们自己慢慢磨吧 说完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可就当圣千里前脚刚刚离开 下一秒步星野就霸道地吻上了丽元的嘴唇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要对我用道具 解释下吗 未婚妻 身份突然的转变 让丽元一脸的不满 现在丁元四方印还没拿到 我们也还在圣千里的监视中 丁元不会有太多内心 最多两天恐怕就会对我动手 话音刚落气氛突然陷入了沉默 你男人刚经历了生死 你满脑子就只有丁元那个老男人 难道我就这么不值得你多看一秒 顾星野 现在是闹的时候吗 圣千里随时有可能回来 那什么时候才是时候 快死的时候吗 我们冤解一心搞事业 没想到顾小狗这么恋爱闹 可顾小狗却在心里委屈巴巴 无论是帮会的事还是小弟的事 任何一个人都能比我重要 到底该怎么样 他才能发现一直在等待他注视的我 既然一直等不到 那就主动出击 说完连药都没换 就想把王应上宫 顾星野你疯了 你身上还有伤 可当他低头看去 却看到了一张破碎的脸 再低一点好不好 求你 亲亲我 说完再次不顾一切地吻上了他 一心搞事业的丽元 并不知道顾星野在想些什么 不明白为什么 自己竟然从这个纹理感受到了绝望 就当他逐渐开始沉沦的时候 耐不住性子的圣千里却突然冲了进来 我说渊渊 你们干嘛呢 下一秒就被眼前看到的景象惊呆了 原来你报复的手段 就是把他堵在这里狠狠地亲他吗 渊渊 你该不会成了我最讨厌的那种 说话不算话的人吧 正在丽元有些慌张的时候 顾星野慢慢地离开他坐起了身 圣千里 你是不是单身的太久了 不知道小情侣之间求复合 暧昧一点很正常吗 怎么 你眼红了 圣千里的眼色越来越难看 你在开什么玩笑 我会眼红你